特首選舉週日展開提名期 據我們記者了解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將會參選特首 接近李家超人士說不評論相關的消息 64歲的李家超出身警隊 起初任職見習督察 經過幾次晉升 去到2010年升至警務處副處長 兩年後他加入政府出任保安局副局長 去到2017年升任保安局局長 他在2019年推行逃犯條例的修訂 引發大規模示威 去到去年的6月 接替張建宗出任政務司司長 而新一屆選委會設有總召集人的制度 當遇到法律解決不了等等問題 總召集人可以召集選委商討 不需要由人大常委會處理 據了解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將會擔任總召集人 意味著他參選機會不大